你好 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 我是谢冲 我是谷怀轩 好 从上礼拜五台北市联正会 把马安九总统 还有包括前财政部长李素德 然后说因为大巨蛋这个案子 有没有涉嫌到图利 说要移送 从那时候开始 政坛大家也在问一件事情 说以亲联支持了马总统 会不会步上阿扁前总统的后城呢 这段话你听了大家就知道 是说该不会变成第二个 我们在台湾民选总统以后 既然卸任以后 会面临到劳运之灾 会变成这样的情形吗 当然大家也在问说 到底科事府会不会移送 一席话说到底需要特征办不办 然后移送 为什么移送给法务部 这整个内容让大家都在看 而所有的情形都要看的是 你可以知道总统府也发声明稿 跟你讲说叫政治追杀 郝龙斌也说了不止黑机关 甚或连当时有国师之称的 陈总统律师也讲说 这不只是针对马考 甚或直指的是追杀的是法治 好 光是来看这些 有很多人就赶紧做出反应 包括了好龙兵就说 不使用黑机关政治斗争 陈昌文则投书说 柯文哲追杀的是法治 好 来看赖石宝就说 柯的移送马 像边是 那当然柯屁也有话要说 人都还没死呢 更说我才被法治追杀 好 那所有这些事情都围绕在 到底这算不算所谓的政治斗争 柯屁也讲说 台湾就是蓝绿太严重了 所有的事情到最后都搞到蓝绿 连包括这些事情也会是这个样子吗 那这件事情以外 大家也在问说 除了大巨蛋一个案子 你可以看到 柯屁似乎在收稳一些案子 不管是三创 或是松颜文创这些事情 而除了这个以外 今天媒体上面也讲说 蛮好16年的任内 对所有台北市来讲的话 如果跟101的权力侵略 各方面比较 真的损失会很大吗 而这些事情 会不会是在年底这场选战 对小英来讲的话 是最好拿来打仗的一个题材 生活媒体上 有用暗黑小组来形容 这也让小英他们 大概会怯诈吧 好 光是来看到 今天报纸的头版头条 有这样的标题上面就写的是说 台北好好卖吗 就看那个马好精华地BOT 让这个市府损失千亿元 到底怎么损失 稍后告诉你来看怎么回事 另外来看的是 上面是写什么成立暗黑小组 打马贪腐 小英第一炮轰的是大巨蛋 小英第一炮是不是要轰大巨蛋 这个是有可能 就是如果要这样的话 有很多的案子接连出来 但是有没有暗黑小组 那我们现在现场的问题邀请到 媒体里面点名的成员来告诉你说 到底有没有这么一回事 为什么会是这样 但是可以想象出来 从2008年我们准备好了 还记得吗 那一支广告一直到现在 为什么会变成有很多的案子 都会是在未来这场选战 对在野党现在对民党来讲的话 是最好的一个题材呢 就像2008年的时候 有人说那场仗 阿扁前总统是国民党的提款机 到了今年2016这场仗的时候 对于民进党来讲 马英九总统也是他们的提款机吗 好那这些事情都在看 而大家也要看的是 民党的主帅小英是已经站在地方 等八剑四顾心忙忙 因为看不到 你们国民党到底是谁 那今天有媒体讲说 王金平会不会在明天领表 因为16号这个礼拜六 是国民党整个领表登记截止的日子 所有的人总应该要跳出来表态吧 包括会不会再次出现二度国亲和 王金平配宋楚瑜会有这样的局吗 好先来看的是这个部分 我们先来看的是马总统是二度约见 就鼓励着朱立伦参选 这王朱配热议呢 这当中他朱要说的是说 我不预设立场 那么至于王金平的部分呢 有没有什么样的最新发展 来看是不是朱确定不完了呢 传出是王金平的明天要领表 还有最新发展 大家关心的是这个宋楚瑜呢 是否国亲和引发大家的瞩目 好当初马总统说二度劝劲的时候 朱立伦有一句话讲说 我不预设立场 有人就讲说松口松口了 那朱立伦后来马上又在讲说 他的立场讲得很清楚 真的是这样吗 16号马上就到了 而这一局在年纪选战 到底会怎么样 来为您介绍 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 好先叫做立法委员吴玉仁 大家好 来自台北市议员秦桧珠 大家好 来自审美体员陈敏凤 大家好 来自立法委员陈秦迈 大家好 来青岛副名师长来文雄 黑小组 大家好 台识文化大学部就要受过资料 大家好 来我们来看最新的新闻画面 争议不断的松烟文创 渴望打破僵局 陈品对外宣布决定要买下 原本向副邦租用的商场跟旅馆 未来一年还可缴给市府 六百万的权利金 对台北文创来说 可以立即展现的就是数字 各自所看见的坚持跟要求 不同 面对陈品打算出资 由租转买 市长柯文哲乐观其成 但他不忘向双方强调 北市府坚持的两立场 最重要的 第一 我钱要能够收得到 第二 那个园区 要能够对台湾的文化产业的发展 真正有贡献 松烟争议渴望解决 但柯文哲头痛的大巨蛋 恐怕没这么简单 因为要不要移送马英九还没定案 已经引来了外界批评声浪 但连政会也统计 马好任内五大BOT案 至少让北市府损失千亿 引发的政治效应恐怕也将波及 国民党2016 而党内初选领表本周截止 朱王两人却依旧没动静 传出马总统二度 约见朱立伦 劝敬他参选 我们不要再放话 那一切回归制度 大家的期待就在他身上 就在他身上 所以我认为他 就像一句话讲的 这个战士 没有选择战争的权利 另外传出王金平周二可能领表 但消息同样未获证实 国民党初选陷入焦局 但民进党却已经整军备战 外传蔡英文已组成暗黑小组 专搜对国民党不利的资讯 内忧外患的国民党 頂表倒数六天 朱王两人谁会表新意 还是要继续再席脱棚 最新时事就在新闻面对面 好 那当然一开始 大家最关心的一件事情是 陈伟 你是暗黑小组吗 陈伟有什么暗黑小组吗 其实是某媒体 他也没有经过合理的查证 这种帝哥糙呆都是随便兜出来的产物 因为我从过去到现在 从政二十多年 我从来不打负面选举 那在整个竞选团队负责的工作也从来没有在做所谓的打币案的这个工作 我上次二零一二年的选举是担任发言人 就是政策的一些说明 包括比如说十年政康等等 所以真的要叫我去打负面我真的还不会 那民进党里面也没有一个暗黑小组那个字我还不太会念 那更何况我是觉得是这样 就是我真的是看到这个大巨蛋这些相关的一些必然 我真的每天都替马总统在上帝祷告 我希望说马总统有足够的智慧 上帝赐予他足够的智慧 能够知道说整个过去的一些事情的一个发展来到去 能够坦诚的向市民朋友说 对不起 因为大巨蛋让市民承受那么大的一个损失 那我也希望说上帝能够原谅说 马总统在相关的这些案件所犯了一些错误 我想政治人物本来就是这样 假如说有犯错承认错误 然后诚挚的向社会大众道歉 那大巨蛋这个只是凸显说整个 包括说这些市民的这个利益 随着这些客观资料的一个呈现 我想今天民进党包括中央党部 也从来没有人在讨论大巨蛋的事情 那假如硬说在打大巨蛋 就是民进党的暗黑小组发动 那在座也有很多不同党籍的 我也看到很多包括不同党籍 国民党的议员 包括杨时秋啊包括李庆元啊 今天在打大巨蛋 难道他们都是暗黑小组的一个成员吗 所以我觉得 就让客观的事实呈现 那马总统 总统你假如说对于大巨蛋 你过去扮演的角色 譬如说权力经就不用权力经 那你合理的来做解释啊 你假如讲的道理 社会大众可以信服 那当然没有什么问题嘛 那你第一个你说这个是 所谓的这个大家的抹黑 或者政党发动 政治力介入 我想这个都模糊焦点 那更何况 这个过去这些包括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 这些精华D的VOT 是否损失千亿 那当时这些决策到底是谁 谁要负责 我觉得马总统不要说 这个就一杆子就说 这个个案我都不回应 这个以后你们有什么证据 你就直接去法院说 我觉得这是逃避问题的一种说法 所以我再三的强调说 我也希望说马总统真的是要有足够的智慧 来面对大家对他的一个清廉的一个质疑 毕竟清廉是马总统的当时起家的一个招牌 你权力经假如说 原来那么多的一个权力 后来这个权力就零了 或者是说原来是合约不能改的 你为什么去改合约 从公告到草约到议约的过程 为什么市府权力一再的退让 这个是市民的一个疑问 这个也是柯P所讲的 就把证据摊开来 大家让证据说话 OK 好 那对马总统来讲话 需要向市民道歉吗 这整件事情 甚或说有这么多的案子 对市府来讲的话 会损失这么多的钱吗 所有的事情 大概最近大家焦点都摆在 因为大巨蛋连政委员会的第一份报告 出来以后 甚或直指连政专业小组的成员 直指说涉嫌图利这些 然后要移送 柯P市府到底会不会去做移送的一个动作 但你可以看到 包括马总统 包括好前市长 所有这些人 反击的动作 一波比一波强 怎么强呢 来 宽宣 好 上个星期大家所听的 5月8号这一天 位置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大致战案的第一阶段调查报告公布了 那么连委会的建议是说呢 建议要将马总统李树德 移送法务部 好 就看总统府就说 这政治迫害 入人于罪 还说柯P呢 应该要向市民承诺 未来将为此事负起相对政治责任 那么柯P则一回应说 他说现任总统说 自己遭到政治迫害 啼笑皆非 蛮有趣的 好 另外大家看 好龙兵则说呢 他说柯P啊 不能躲在连政委员会背后 放案件 放冷件 只要一个用黑机关进行政治斗争 我个人不齿 柯P则回应说呢 其实这连政委员会就是以前的速摊中心 只是改名字而已 另外再看呢 陈长文他投书呢 则写的是柯P呢 追杀的是法治 柯P则回应说 我都被法治践踏 另外再看呢 国民党政策会执行长 赖石宝则说呢 后来的人呢 随时都可以把你编世 以凸显自己勇于揭蔽的形象 那么教治文革时间的红卫兵 更心狠手辣 公然私设行堂太可怕了 那柯P则说呢 人家马总统都还没有死 他就在说鞭尸 不晓得是在讲马好话 还是太坏话 那么柯P则说呢 他非常反对缺席的裁判 你要让讲人家怎么样呢 一定要给人家有辩驳的机会 但是马里他们会来吗 好 委员 重点就在 柯P也讲 因为现在是正风处讲说 那你要发函叫人家来说明一下 好 那柯P讲说 好 来 那问题是马总统跟 以前部长他们会来吗 因为大家都觉得说 像刚才程委员讲说 那就把所有事情 跟大家说清楚讲明白 如果要是真的有做不对的 那就道歉 那如果要是 就是很坦荡 觉得没有什么话 就直接出来把他讲 要不然的话 现在整件事情好像真的 当讲到政治不坏 尤其是总统府 总统说是政治不坏 喂 这就严重了 怎么会是总统府出来说 造成政治不坏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有合法包装的一个闹剧 你说 他说这个东西跟好隆密市长 所出探中心是一样的 是但不一样的 里面的关键 台北市政府之前的出探中心 指的是对于 比如说一些通案 就连政的事件进行了检讨 或者是评估 然后考核 连政事项进行的规划设计 但是呢 柯文哲市长所做的台北市的连政的透明委员会 他所做的还有包括民众检举贪赌不法重大维持案件之受理调查检讨 意思就是说里面的成员小组可以对个案进行调查 这个是跟过去是不同的 其他都一样 我承认这一条是不同的 好 那我必须要来觉得如果说这一套制度是OK 好大家比照办理 我觉得也可以做 很多的创意做法可以做 但是我会比较质疑的 就是说那你如果是一般的不是公务员 不是连政署 不是检调单位 不是政风处 你把人家的这个调券月券约谈写成报告 报告之后如果你写错 那你公布之后对当事人是不是造成影响 第二个呢 当然你对于譬如说权力金的部分琢磨非常多了 他提到说马照会9月20号所做的 是要来瞧权力金的事情 但是那一天的见面所达成的共识 是有关都市计划的修改 要列入整个契约里面 所以好 你说A 他说B 李素德说B 答案结果不同 那你有没有去问 相关的相关当事人 就直接说你要来说明一下 你有没有去问一下 譬如说政风人员也可以去问嘛 当时不是说二十几个人去吗 去马照会现场吗 去问一下当时是讨论什么事情吗 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所以到底譬如说马英九市长 当时有没有图例一问就知道了嘛 所以这里头很有意思的地方在呢 我说如果这样可以做 这套是一个创意制度 那我也要建议连政署啊 法务部弄一个连政委员会嘛 对不对 你虽然有一个连政署了 你比照办理连政透明委员会 来对于全台湾的所有的事情进行检讨嘛 因为里面唯一啊 就是说在台北市政府的这个连政委员会里面 唯一有调查权的就是政风处 那政风处又受法务部的连政署的指挥 所以地方政府可以这样做 中央也可以这样做啊 那这样做的话 那到底我现在重点来了 重点就是说 用一般的人来进行调查 如果他跟他有对某些人特定不爽 或者是有特定立场 那你没有一个全责相符的情况 那你该怎么办呢 那你会质疑他们现在有特定立场 就是要针对马总统他们 就是马总统他们讲的射箭在话吧 我觉得这个是有特定立场 那有特定立场没有关系啦 我觉得没有关系 你有特定立场 那你就好好的把所有的资料 把它调查完毕嘛 但是调查完毕 他公布之后对人家进行伤害了 进行伤害之后那该怎么办 有没有 万一你有什么任何错误 你有没有像公务人一样 被人家 被人家就是违反公务人员服务法的情况 进行处理的 不会你刚刚讲的最重要 我不晓得这个过程称为 会不会这样子 这个我在地方政府服务过了 行政调查是任何一个有权的单位 本来他会有这个行政不限政风处 这第一个 第二个市府的很多的专案小组 本来就有很多的专家律师 府外的委员来担任嘛 那第三个这个本来就 今天市政府 其实我我我真的这样认为啦 也不用连任小组 把所有的资料 包括录音档全部都公开 让全民在做检验 把证据公开就好 证据揭露就好嘛 那我也认为说 马总统来就可以啊 他愿意来说明那最好啊 那问题是他自己开记者会说他不来啊 他说这个这个 这个个案他都不回应啊 有事你们证据弄好 你去法院或者是地检署 你去告发啊 那最后一个是说 我们其实今天质疑的是说 我市政府有一个法制的单位 叫议约小组 负责跟这个远雄议约 所以你假如说对于合约草案 你有一届 那你应该是在议约小组来谈啊 为什么这个是已经在外面 在议约小组的外面先谈好 高层谈好 说这个我们这个权力金怎么样怎么样 这个都不用啊什么的 这个都违反当时的这个公告的草约 或者是公告的相关的这个 等个公告的事项的一些规定 这个也是很明显的违法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当时假如远雄 更何况在议约会议的时候 在9月1号2004年议约会议 第三阶段第二次会议里面 远雄那个时候本来还要缴 缴这个权力金 那到最后怎么去跟市长讲一讲 权力金不用缴 那远雄的讲法或这个马总统的讲法 说这个有回馈金 这个是胡扯 我坦白讲 所谓的这个回馈事项 其实在哪里呢 回馈事项是当时远雄 在投资计划书里面就应该要提 这个是当时甄选的项目之一 那换句话说回馈在哪里 回馈是在计划书 在甄审 甄审委员认为说你这个不错 那当时远雄还答应人家说 三年 这一年300万人家补助上半 一月的时候也取消啊 我的意思是什么 你所谓的这个回馈计划 不是在合约里面提的啦 当时在审查说远雄是最后申请人 在真审会议里头回馈计划 就远雄应该要具备的啦 然后说合约规定 或者是公告规定的 相关的这个权利金的事项 你在一月的时候把它取消掉 我觉得这个东西啊 陷入这个廉政委员会所说的 跟马政府所说的不一样嘛 重点就是在于说当时的招标计划书里面 已经非常清楚的规定啦 就是说盈域开发权利金跟盈域权利金必须要明载嘛 那开发权利金是零嘛 盈域权利金的部分 有厂商自行提出嘛 没有零没有零 自行提出嘛 当时自行提出 然后所以在一约会议的时候 远雄一开始还有提耶 是建王马总统就没了耶 远雄都要这样 假如说大家觉得回馈不足啦 那你应该营运权利金要增加啊 怎么营运权利金后来就没了 提了一个不切实际的所谓的回馈计划 这个东西讨论很多了嘛 这里头到底营运权利金不应该是零 或者是零他们有额外加回馈金 这个事情到底是非趋值 或者是有人任何人图利他人 我觉得要调查 我觉得连政会 要调哪里调查 连政会就调查 是要现在连政会调查 算不算 这里头重点就来了 很有意思啦 他做成了这个样子 他外界质疑说 没有让当事人进行来陈述嘛 那他已经讲了嘛 我今天还特别问法务部啊 所以送出去的没错 还没有 我们才知道说他要约谈 要请他们当事人 譬如说郝龙斌或者是马英九到场说明 那如果说他们拒绝说明的话 他们要全案送出去嘛 如果送到法务部的时候 我请教一下 那你认为这个马总统跟郝龙斌 应不应该去说明 我觉得他们的权利 你认为应不应该啊 我觉得都是他们的权利嘛 或许他们认为说这个人来招待我嘛 譬如说任何的评审会里面 当事人要不要去陈述 他自己有选择的权利 他可以书面 他要不要去 好 现在重点就是说他到法务部去 他到时候不去的时候 你不要帮人家说 人家不让你讲话 政治破坏你就不要讲 好 我跟你讲 他还有其他地方来陈述嘛 譬如说他到法务部去 法务部会做什么样的动作 法务部可能就说好吧 那要不然就给这个地检署 或者是还有一个争议的地方 是不是要来特征组 特征组是以侦办现任的为主了 那当时他是市长 那是不是在侦办范围里面 这个还要再讨论了 对对对 国伟 这整件事情像现在已经走到 我不晓得 郭伟 因为他们建议说 把他送给法务部 法务部拿到这个要干什么 法务部会说把他送给特征组吗 还是法务部要把他丢回台北市政府 现在这几件事情已经搞到 隐隐蓝 有没有一点那种蓝绿的味道出来了 现在你可以看到 蓝营这个地方 讲话也越来越重 所有的那些好像感觉上 马中宏就是 就是被你们所有的人 那种万箭追杀 然后现在总是要有人跳出来 擒王的感觉了吧 这个是因为连政委员会 他本身没有法律位阶 所以他本身不能寒送 所以他势必要透过阵风处 那事实上阵风又跟中央的连政署 是一条边 所以连政署出来讲话了 所以你看那个阵风处长台北市 他就只好讲 他说最好还是把马跟李 船来平衡一下 他只好用这样子来打招呼 可是他也知道人家应该不会来吧 当然不会来嘛 所以马中宏都已经发表了这么清楚了 所以我认为柯P自己要下个决心 要做什么 就是你要不要从秘书处送嘛 一送不一定要透过阵风啊 市府也可以送啊 你可以法治局送啊 秘书处都可以送啊 你要不要下个决心 那我稍微回应一下 吴委员你刚刚讲的 你要知道李素德那个是有会议记录的 前八次会议都远雄自己承诺 要有权利经的 然后李素德自己讲 说马跟赵已经在三天前开过会 这个都是会议记录里面的啊 远雄的总经理蔡忠义在电视上后来追议的时候也承认有这件事 OK 那这里事实上重点还不只是权利经突然变成零啊 还包括李素德后来跟人家讲到说 因为他要转成商务住宅 所以如果权利经不是零 虹有争议啊 其实你去看会议记录啦 我的意思是说他事实上已经想到 我跟你讲啦 你去仔细算喔 他只是最后盈余的千分之一权利经这个对远雄算什么 我算过了 你假设五十年一千两百亿好不好 也才有一亿多啊 对远雄来讲真正重要的是权利经会卡住变成一个法律问题 那他要转成商务住宅的时候变成法律争议 所以李素德才跟他讲说 你这个商务住宅恐有争议啊 所以后来才说权利经干脆变成 那如果这样讲柯P现在面临到 就是到底他自己要决定要不要移送吗 确实如此 对不对 就算你说如果是最后说 请那个马总统啊 李前部长啊 你们来说明 那个还发出去 大家都知道结果会是怎么样 因为今天包括李前部长 马总统我们在被堵麦的时候 他也直接跟你讲 讲的就是没有这一回事啊 政治不坏什么 李前部长也已经直接告诉你说 什么尽心尽力啊 依法行政啊 就是八个大字 所以你已经告诉是这样 所以现在柯P就是在等时间吗 就等你针锋处送过去以后 然后那边再回来没有回应 没有回应以后 你再决定我要不要送特征 还是要送法务 因为送法务不明有意义啊 我懂啊 你讲的是法律上的实际结果是如此嘛 那这个只是在 所以柯P要不要抗这个 责任在谁嘛 我请你来说明嘛 你不来嘛 人民会有一个评价嘛 我坦白说啦 马英九你都可以不出面啦 顶心你也没有开记者会啊 我们呼吁了几次了 这个案他也不愿意说明啊 那人民心里会有评价嘛 那柯P作为市长 他当然想说他平衡 请你来说明嘛 如果他不来 那他最后自己要做个决断 我觉得马市... 郑峰坦白讲会截至于连政署嘛 我想说大家都知道嘛 马市长该说明的都有说明了啦 我觉得我上次在节目里面 我就提出呼吁嘛 请问柯市长何时要移送这案人嘛 尽快办理 那你就把调查报告都写出来了 虽然你只是啊 东超超西超超 那有东超超西超超有行证据嘛 也没有去约谈当事 好你送出去也很好 好没关系 你就是一本嘛 研究报告嘛 你就研究报告送出去 你送到法务部也没关系 那法务部你就给他送给坤主 如果会设个地检署 好好的来查一查 到底有没有什么状况 我这样是非屈指就很清楚了 OK 应该就很快的啦 好 如果必要的话 我觉得马总统他会自己取舍 到底要不要去特征组的那边去 大家先请的时候都希望说 这有关什么大阶段的案子 马总统是不是要说明白 讲清楚 那不就趁这个机会好好去说明白 不就很好了吗 我想请问一下 如果马总统来说明了 市政府会不送他吗 不移送相关检标 马英九跟李树德了 距离5月8号在23天前 姚立民就公告周知了 报纸都登得很大了嘛 所以早就把这个箭 把都准备好了 那对象是谁都很清楚 甚至我上个礼拜 在我们节目中讲 3月9号的时候 洪志坤写签诚给这个市长 就定调成贪污 图利违法了嘛 从3月9号洪志坤写信给市长 就定调贪污违法图利 4月16号姚立民公开讲 5月8号要移送马英九跟李树德 所以我觉得今天 我们的阵风处很可怜 堂堂的阵风处 变成一个体制外黑机关 联委会的刨腿小弟 送公文倒查的这样的一个单位 其实阵风处今天 他才有权利去做后面的这个行文的动作 可是前面的事情跟他都没关系 好啦 那阵风处其实他调查 他有一套的SOP 他必须要送他的上级机关 叫廉政署 由廉政署再来做调查 可是现在呢 我们这三个伟大的这个 所谓廉政委员已经说了 要送这个法务部 他们甚至之前还说要进行去盗法 完全不知道为什么要送法务部 那现在好啦 那现在这个如果我是阵风处长 我接到这个开会结论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只有按照他的SOP 因为他阵风处要承担一切的责任 如果他不按照SOP走 会被人家打脸的 公文会被退回的 所以他一定要上个缺程说 请当事人来做说明 这个是他的SOP 那我请问 他发这个文 请这个当事人来说明 马英九 李素德 他就说好 我一周内就乖乖来说明 说明完了会不移送吗 他就算给一个书面的说明 他会不移送吗 这个剧本都写好了嘛 所以我觉得 马英九跟李素德 他们根本就不想要陪他们去 再被羞辱一次 因为这个整个故事 整个剧本 整个导演 编剧 都已经写好了 所有的剧本 这个影片都拍出了 其实我是必须不客气讲 刚刚两位讲 都是大概是意思说 柯是否是先射箭再画吧 当然是 我肯定说是 我摆之摆认为主 没有错啦 但是我们现在其实 我跟郭正亮两个人的意见是说 那你就把这个签约 议约的过程讲清楚 那我请问你 他讲清楚了会不移手吗 你们两个应该来解释说 为什么议约的过程 将附属事业收入 你们觉得他们需要再被羞辱一次吗 还有配合演出再被羞辱一次吗 那为什么权力金后来是变成零呢 然后 我们今天其实 我观察很多的这些 政治节目 大家在讨论的就 实质的这些客观的一些证据 大家把它解释清楚吗 你需要这样吗 那马总统也可以选择说 面对这些证据 这些 相关的一个记录 把它解释清楚 而不是说 像两位这样一直讲一直讲 但是就 关键性的这些证据 为什么权力金是零 你们都不讲 他就说是政治操作 别讲说这就是政治迫害 这就是先设监在话 不管你再怎么说明 当然会不会移送 现在感觉到 现在就是张飞岳飞 两个人互打就是这样吗 可是老百姓要的 只有一个 我们一直都讲要真相嘛 要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经过这么久的媒体 或者说 政论节目的这样的表述以后 请问台北市 真正关心市政府的事情的人 还有哪一个会相信说 不会 马英九他们不做这种事情 每个人都认为他图例是定的 是不是图例定的 然后政治人物你要接受检验 没有什么羞辱的问题 我想当然他们两位这样讲 我们也可以也应该接受 就是说他们的说法 或者他们的情绪不高兴 那我们也可以接受 因为他总要为自己政党 去做一些解释 不能让你们白打 每天都打马英九打了半死 总要让马英九呼吸一下 对不对 这我可以接受 可是老百姓小马不一样 我真的很在这边 很诚恳的建议 我们过去也从国民党出来 各位有没有想到 现在这个时刻 跟2007年 2006年那个时候 蛮像的 当陈水扁的一些事情 被打出来以后 那每天被决定打 民进党已经被打趴地上去了 每天 如果当时这些十一扣这些人 对不对 他们当时如果 他们如果能够让 让陈水扁当时就 这个就是怎么样 辞职 可能民进党会直选 今天还有哪一个人会认为 马英九没问题 每天不管你现在怎么讲 程序没有不够了 或者说刚才会租也讲说 来了以后你就 你不就会不送吗 不是这个程序都是这样嘛 每天三天两天就有一些新的东西出来 三天两天又把这个议题又重炒一次 包括你看刚才环宣殿的 总统府怎么说法 党团怎么写法 陈长文怎么讲法 这些不就代表反制的力量开始 可是老百姓看以后会觉得好笑啊 谁才能够政治迫害 就是我们前几天讲说 只有掌握权力的人才会迫害人的 这些什么暗黑小组 太看起他们了 对不对 他们个性也不是这种个性嘛 我就立刻回忆了就说 先不谈暗黑 等一下再谈 这个部分我觉得 国民党要深思守力 你觉得现在马总统 已经变成这场 未来这场选战 就跟阿扁当初一样的 角色的提款机吗 变成大家的提款机 对对对 一定是这样 国民党也毫无招架之能力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不如叫他一了百了 看他辞职也好 对不对 或者怎么样 总会想个办法止血 国民党不能再这样子 我想根据那个一百分钟录音带 光是9月23号 那开会的会议记录 还能躲得掉吗 因为会不会出现另外一种状况 你觉得马总统会变成提款机 但是会不会出现另外一种 就是像你刚讲的 国民党毫无招架之力 所以为了年底这场选战 国民党就算有些人 不心甘其愿好了 可是不能一路看着变成是这样 所以会不会也会有很多人就出来 但不管怎么说 我不管碰不碰实质内容 我在政治上面 我好歹还是要跟你们立抗 所以我也不能跟你说 他们就是有这样的一些事情 所以会不会变成 相对来讲变成来赢 因为这个问题造成某种程度的团结 会不会变这样 这个绝对会有人会这样想 没关系尽量打尽量打 到后来我们就团结了 去年11月29号之后 照理是国民党一个大团结的时候 因为惨败嘛 结果没有想到 柯公泽上来以后 一掀开臭不可闻 然后各地的问题都都出来了 包括李玄教都出来以后 国民党会 人民会觉得 那国民党受的教训还不够 2016还再给来一个教训 这个事已经存在大家的心里面了 当时张荣卫 这个前县长他心里面的 一直不能够释怀就是说 光是一个马英九三个四 就把我们毁掉了 前面几十年努力的东西都白做了 所以云林医院县长就是说 投给某某人就是投给马英九 就一下都毁掉了 那国民党在去年11月29号之后 有没有反省 包括到现在朱立伦有没有反省 我们常讲党产的事情 好那不要讲那么远 就是说你国民党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 有没有出来讲过一句话 包括前两天 我们在节目上大谈的那个叫董大妈 好歹有个态度 你不见得要照钟晓平的说法把它开除 但是你至少说 我们尊重党员的这个个人个人立场 但是本党没有那样想法 总要个态度 没有 没有完全不自反省 所以现在最大问题是 每天当提管机 每天被领款 就你现在还不但是被领款 存款都不足了 那个提管机都快被人扎坏了 还在孩子那边玩 不过敏鸿姐 我们刚刚是看到了 移送马总有这样一个动作 好像看到是蓝营出现了大反击的情况 而到最后真的又变成了蓝绿大对决这样的状况吗 我其实觉得 就说这件事由于变成蓝绿对抗 要看柯是否自己的决定 我请问一下 除了司法单位之外 还有监察院之外 我们的行政单位 哪一个可以对另外一个行政单位进行调查的 没有吧 这个案子是整个柯 整个柯市府的副市长邓家基主持的会议嘛 他只有一个行政单位内部的一个所谓行政调查嘛 那除非这个是由政风处主办 所以政风处才要邀请马 马英九跟郝龙斌来啊 否则我请问一下柯市府 你这个连政委员会你干嘛要请马英九跟郝龙斌来说明呢 你就直接送司法单位嘛 你这个根本不需要 我凭什么我们都是人 我为什么你 我调你来问你要跟我讲实话 这是不平等的 所以你整个行政院 你整个市政府 你就要把这东西移送司法单位去侦办嘛 让市政府都会做一个公平 才叫做 才就是有没有什么 有没有贪污或有没有徒利啊 那如果你一直停留在市政府 市政府你的科匹 东讲一个西讲一个 那就会变成蓝绿对抗 那才会叫变成蓝绿对抗嘛 所以我觉得你今天市政府 你还在犹豫什么 你本来就要直接移送啦 而且我好不 我也不太客气的讲说 像那个郑文荣跟袁秀慧 两个是学法律的 你怎么去听一个监察委员的 说马英九说你送法务部就送法务部 监察委员是因为他是 除了司法之外的行政调查嘛 他当然惯性是说我 我结完案之后我送法务部处理啊 可是你是行政单位 我等于是譬如说周遇寇去告发那个顶线案 你本来这个东西也告发了耶 你本来就不是北检就是那个所谓 特征组嘛 你要送法务部 没有错 我对于科务部不满意的就是这个 你自己法学的东西都要搞不清楚 搞不清楚嘛 然后行政东西要干 一定要搞清楚 你凭什么 如果除非阵风处会调查 阵风处台北市的阵风处 有权力叫现在的马总统来 来台北市的阵风处 这个回答吗 恐怕也没有吧 所以说你根本不用问 为什么问 就直接送嘛 对啊 你在问什么 你在问什么 他到底在含蓄害羞什么 对 我就不晓得 我觉得那内部的不晓得是什么 可是敏锋你刚才这样讲 跟刚才秦玉元讲的完全同样 秦玉元的意思是说 从早在什么三月还是什么以前 就已经决定 反正这些人就是一定要把他送 没有他过度推论 对对啊 可是敏锋一直是说到现在 姚立民在他几天前讲要 5月8号时间地点 人物都讲出来了 所以我是觉得说 你要一送就赶快一送啊 你还发文叫人家来说明 那你这个发文叫人家说明这种事情 所以我根本就不用说 你就直接移送嘛 因为你这个行政单位 你没有办法做司法太贵了 刚刚委员说 那你要给马总统机会说明 没有没有没有 他会去特征主义 我跟你讲 马英雄跟黄斌要对大众说明 没有没有没有 我其实同意敏锋的讲话 要送就送 其实也不用找他来 但是找他来可不可以 也可以 因为他是当事者 请他来说明当时他怎么做决策 那要有说明的机会 也许对马总统来讲比较公平 我的意思是说 今天其实大家讨论这些事情 从所有的政论节目 讨论大巨蛋 有谁一开始提到马总统贪污 有谁 大家都是 没有一开始啦 大家都是把证据拿出来嘛 对不对 那我也觉得国民党 假如要替马总统辩护 你就帮马总统为什么全力之零 为什么像郭正亮讲说 是不是因为这个商务住宅这个部分 所以才把全力之间取消为零 这个讲清楚啊 那你大家东扯西扯说什么鞭尸 什么有的没的 讲这些政治化 我觉得是在转移焦点 对 我现在讲说 你把证据讲清楚 为什么全力之间也是零呢 为什么要不要移送这个谢长平 你当时我们看 你说高雄巨蛋是 高雄巨蛋跟台北市 还比较 这个立安庆序 这个立安庆序就查过了嘛 这个立安庆序就查过了嘛 他还在扯特征组查过了 这个不见全力经 这个台北市是千分之二 高雄是零 那个特征组 我们是平安的15亿 那但是当时 所有的资料都没有解密 我们现在可不可以要求说 特征组都查过啦 特征组都查过啦 你讲这个是好笑嘛 那为什么现场 你的开发权力金是零 就叫做行政材料 台北市的开发权力金是零 就叫狐狸他人 所以我觉得是不是 大家标准要一致呢 陈青麦伍委员你的这个高雄 你就不要包庇到 特征组查过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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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回应你说特征组查过啦 没事清白 OK 这整件事情 我不晓得整个看起来的话 郭伟 当这些词出来的时候 就叫政治斗争吗 什么鞭尸啊 私设刑堂啊 追杀啊什么什么 所以大家以后再讨论这个时候 可能就不会这么单纯的去讨论 到底该不该啊 权力救了 大家讨论 接下来就是政治层面了 会变成这样 其实国民党自己要想清楚啦 比如说阿扁在陈瑞人那个案子 他说涉嫌贪污 还有伪造文书嘛 那个时候他也还没有卸任啊 那那个时候民进党也有一些 森绿的团结在阿扁身边嘛 他们有当选嘛 就国民党你们可以选择 团结在马英九身边嘛 这个人民会做评价嘛 就说那个时候民进党也有一堆人 认为阿扁清白啊 你就要做选择嘛 没有错你刚刚讲的说 那陈瑞免就一直想要反击嘛 确实如此啊 确实如此啊 那老百姓眼睛都在看嘛 比如说他们现在要做的动作 我几乎都可以预期了嘛 他们第一个就是 他那个秦医员已经讲了嘛 他要去扯高雄巨弹嘛 这不是扯 这是大家把所有的BOTI 拿来做一个平等的解释嘛 不是嘛 人家那个课程组调查过 这个大巨弹没有嘛 第二个 法务部一定给你推荐嘛 一定推荐的啦 你即使送到法务部 他也给你推荐啦 那就看你怎么办嘛 他们接下来一定都是这一些啦 可是 你们到底是要团结在 朱立伦跟王金明身边 还是要团结在马英九身边 那国民党自己想清楚 这个是 法律问题也是事实问题啦 台湾是一个法治国家嘛 到底有没有错待调查 三个调查委员的 大巨弹的调查小组 最近有一个 网路上的资料大家画的嘛 对不对 复仇者联盟嘛 那这样的调查小组 他用朱姻符号写啊 叫做政治打手啊 那对于 他有一些背景嘛 譬如说 郑文龙过去是阿扁的贪污律师 然后呢 洪志坤呢过去是 阿扁的贪污律师啊 阿扁的贪污律师啊 那么他是前陈局办公室主任嘛 那袁秀慧呢 是谢昌庆 女弟子 你这个转移交点也 我要说啊 我要说 请这三个人啊 直接就去 你这个转移交点 直接就提告就好嘛 他也负担他所做的这个调查报告 整个真伪嘛 他如果有信心的话 那你如果去告他徒利嘛 你告他徒利被信嘛 赌职嘛 告马英九嘛 告看看李树德嘛 就告 你看看人家会不会替你反诬告呢 你要敢写这个资料 你就要具体的这个信心嘛 你说马春雄他们会去告诬告 我推论嘛 我推论嘛 或许李树德会嘛 是不是 那糟了糟了糟了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三个人要直接这样做 不要这样拐个弯嘛 我觉得这些事情 你们在讲什么政治理由 你假如说去法院特征组 特征组根本不会 连问都不会问你什么 这个是什么洪志坤什么什么 他一定就证据嘛 有证据清单嘛 对不对 所以委员你假如要替马东人编 我真的坦白讲 你就解释清楚说 附属事业收入 因填补公共建设亏损 这个条文为什么删除呢 巨蛋赔钱 为什么原来的这个商场 要去填补这个亏损 为什么这个删除 我搞不懂耶 那你如果要再 你讲这条 讲到我是服气就好了 我记得就给你嘛 给你看嘛 根据啊 廉政透明委约 第22月的第六点 他直接就推论这里啦 就是说从李肃德的谈话显示 创国内BOT先例 案先例 竟然以为零元的营运权利金 这个兴办BOT案 是集由马赵两人会面时 所确定的 他根据他是这样认定 但是实际上呢 根据李肃德 他们在第三阶段 第三次的会议里面 事实上这个零权利金的事情 是内部有讨论过的 不是马赵两个人确定的嘛 会议记录 逐次到稿都有 所以呢 这里表明 经过市府里面的研究 权利金 这里才列为零 廉政委员会呢 如果觉得有疑虑 应该要 约选市府相关人员来厘清啦 而不是擅自解读 随意栽账 所以很清楚的 人家从录音录影稿里面 很清楚的 零权利金的事情 人家有研究过了 计算过的 然后呢 才马赵的时候 二十几个人在做确认 我可以请问一下 其实有一件事 刚才来宾大家有提到 现在不是单纯在讲法律上 因为我觉得要移送或什么 这当然大家各自去 但是现在是在争取民心上辈 也就是在跟老百姓做说明 那有没有做过一件事 我就说在以前的时候 其实如果要什么 包括那个时候不是讲说 郝龙斌市长 有希望能够请国民党籍的 一些市议员 然后去讲说那个事实的真相 他们所记得的是什么 我第一次说 是不是可以像国民党的 不管是委员或是议员 就问一下包括马总统 或李肃德先生 或是郝市长 他们也许 就像刚刚讲 我不要被糟蹋 我不要被羞辱 我不要去那 可是有没有可能跟你们讲说 这件事我记得的是 根本不是像这个样子 所以下次你们再碰到 成绩派他们 你们就讲应该是这个样子 我就说可以透过你们大家 把所有事情讲 有没有做过这样的一个小事 我来说明一下 第一个 郝市长本来要跟我们大家 见面做说明 被媒体刊登以后 为了避嫌 郝市长这个约定就取消 我们没有再跟他见到面 那马总统更不可能 来跟我们议员讲 OK 我们今天所收集到的资料 都是个人去收集到的资料 那我觉得今天 这已经是个政治事件 市政府要移送 早就在四月份 就已经定掉了 那就赶快去移送 移送之后 我们大家就来看 检教单位就去侦办 但是拜托不要移到法务部 移到法务部 以这个主持人的素养来讲 法务部应该会退件 他根本不会收件 他就把公司退回了 退回说你发文给我干什么 你拿回家去吧 所以请这个 这个市政府搞清楚 到底最后你们要怎么做 那也不要再去约寻 马英九前市长 要送就送 跟这个李肃德局长 这个拖来拖去 这个羞辱人还没有意义 你们自行做的决定 你们就接受这个 你们认为哪一个单位 可以调查他的考验 然后让大家秉公来处理 不要在这边绕来绕去 再搞一些什么 秦远先生直接定掉了 这就是一个政治事件 现在是这样吗 没有啊 这一说以后又是司法事件 怎么会是政治事件呢 这个吴伟仁 我现在知道暗黑小组 原来是国民党内 第一报导 原来是高雄去的 不是 那你这个东西是 事后官员在那边补充的啊 对不对 那里面你要去听录音带 李肃德前面八次 都说全力军不能为零 所以 包括远雄 他自己后来被逼到 也提出千分之一的全力金 为什么马赵之会 大家都已经告辈如流了 吴伟仁 还要从这个什么 你们是国民党的说明嘛 那些事后的说明 所以本案没有全力军为零的空间嘛 这全力军为零是这样子而来的 不是说你什么市府官员 什么协商好 那你可以啊 你请马总统出来讲说 他跟谁协商过以后全力军变零的 李肃德当天在会上 当然才是说我是 因为马市长跟赵董事长见过面之后 觉得全力军变零了 你去听录音档跟这个看完之后再讲 没关系啦 李肃德 没关系 有关系耶 赵腾零跟马市长见面 是来讨论都市计划变更 而非全力军的事情 是啊 好 那到底是讨论全力军 还是都市计划变更 调查 单位去调查吧 都市变更 有关系啦 两赵都承认 那个是全精灵的会 他们都承认 因为都市计划变更 就是要变成商务住宅 这两个是联动的嘛 好 可能这简件事 刚刚我们就跟观众朋友讲说 其实不管是马总统他们 或是柯市府 因为现在到底要不要移送 也是柯市府要决定 所有的人其实目的 是不是都在争取民进行 就跟老百姓说明 现在大家都应该是 像所有的事情 向百姓去做说明 可是对于马总统来讲的话 是不是真的要透过 不管是透过 国民党的一些委员或议员 或是用什么样的方式 让民众知道 他的心里到底在想什么 要不然的话 你可以想一件事 如果要是当凸显出说 为什么那个时候 全力金像刚才 不管陈委员或是郭伟员 他们讲 全力金为什么是零 老百姓的想法 会不会有问号 如果要是像今天媒体所讲的 譬如说五大案 加起来 会不会比一个台北101的案子 那个全力地上全力金 还要来的少很多 民众的感受会怎么样 或是今天讲说收银文创 可能有解 最后本来一年大概收个五十几万的 现在变成成成品三房东 变二房东 从租到买 结果后来一年要交六百万 你想想看 如果这样差了十倍左右 老百姓会不会觉得说 那差了多少 为什么人家上来以后 这个就会变成六百万 为什么当初你们就是五十几万 像这些是不是需要让民众知道 过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来 环轩 好 现在来看看 今天这个自由时报的头版头 直接写着台北好好卖 他说是马好金华地BOT 让这个市府损失千亿 还这里面写的是 廉政委员徐清皇 就说这个五大案 如果是敢用地上全招标 台北市府至少可以收上千亿的 这个全力金 好 我们就看自由时报的内容 就写着说啊 台北市这个廉政会统计的马好 16年任内BOT 光是五大案的土地面积 就达到了4.85万坪 超过十分之一个信义计划区 而且多半都是位于在金华地带 还做了比一比的动作 就是在匾市府的时期呢 台北101地上全招标 9000多坪的土地全力金 206.89亿 但是来看这个马好16例里面 包括了大巨蛋啊 市府转运站呢 金站交走三创 以及松烟文创 说这BOT的五大案呢 大约是4.85万坪的土地 全力金加总值大约是53亿 也就是说这马好市府呢 五大案的全力金不到 是101的三成 好 就看到这个廉政委员 马以公就说呢 有些案件呢 根本是不应该要以这个BOT的模式开发 以三创为例呢 将这个金华区的土地 采BOT 舍弃地上全招标 那么全力金就少了两三倍 这市库少了二三十亿 根本是拿西装料来做内裤 劉委员 请问一下 我刚刚讲 只要民众脑子有疑问 或是像今天讲 松烟文创讲说 可能有解 从五十几万一年 然后现在变成说 成品愿意一年出六百万左右的全力金 光这个钱 我记得我在以前就说过 只要钱比以前前朝多一块 老百姓就会觉得说 你看人这么厚的 人家都可以做到这些 所以其实对马中宏 跟好市场来讲的话 他们应该要有压力是 他可以出来跟大家讲 现在跟以前不一样的事在哪里 然后过程尤其不认为 他们应该要出来讲这个样子 对 如果他有像你这样聪明的话 这件事情就不会闹成这样 马英九就是 就是一直认为 全部的路要帮他铺平呢 我来走 全部事情你都帮我做好 我来享受这个成果 这是马英九总统 过去这几十年 不是就一直是这样的态度吗 那如果能够像你说的说 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明白说 比如说你也可以这样讲 当时比如说像松烟 当时那个情况是经济 经济的这个 萧条 然后可能状况 然后我们台湾又开始要走 文创这条路 那你可以明讲 对不对 你讲完以后至少你的人 有百分之五十的人 会说 哦原来是这样子 那这里面百分之五十 有八成的人 可能就会听下去 现在你就不讲 好了 你看他说六百万的部分 还有啊 他旅馆 还要按照六成的 这个进驻率 然后那个还在哪 还要再算益 包底 所以包底 所以他那个不是六百万了 可能到时候可能上几千万了 所以我也有在想说 为什么 为什么在国民党这两任的市长 十六年了 几乎十六年了 为什么BOT案子这么多 然后又特别让利这么多 当然我曾经在节目上提出 就是我们说应该立法嘛 立法这种态度是应该要的 否则行政材量权太大了 今天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就是行政材量权 好刚刚讲到高雄也是一样啊 但是高雄那个被查过以后 大概是没有问题 我不晓得 至少他有提出一番说法 那为什么还可以变零 行政材量权 如果今天不是用行政材量权的话 这些BOT案子不会这样做法 但是到现在这个地步 我是觉得国民党要赶快 想办法直选 现在已经不是给不给脸 告不告 如果根据这份报告 这个廉政委会的报告 我记得那天你在问说 为什么 那到底谁要告啊 是政府告谁告 他就写了嘛 在这个所谓的这个 调查建议的思想 他就提过了 他说我们要把这个资料呢 移政风处 然后移政风处 再移这个特征组 他第二步就是说 这个专业小组 专业小组呢 由本专业小组 另行向特征组告发 告是一定告的啦 也没有什么设计不设计 反正这个案子 我只能说 马英九你已经变成提款金 还不支持 那现在不是马英九而已 整个国民党被当做提款金 是不是 赶快止血啊 然后我们刚才提到 你说的止血就是 根本这种切割吗 不切割行吗 他要怎么切割呢 他不能 不是切割意思说你国民 像我们很简单 今天我看到媒体也报道 请问台北市议员里面 现在还有谁真的跳出来 像惠珠这样弄得很清楚的 不多 大部分都顺便再打马英九一把 为什么 打了之后就有票嘛 这不是提款金吗 那惠珠这样努力再冲 还是要小心一点 我们继续陪有立场 还是要小心一点 帮马英九 可以讲正当的东西 可是所有资料摆在那边 就是有徒利的嫌疑 你说这样换个角度 你也会这样想 其实刚才刘伟 为什么一直在强调说 切割与否的问题 可是 秦远像这些事情 我刚刚讲 如果要是只要现在 比前朝多拿一块钱 都会有很多老百姓 会觉得说 你看什么 包括刚才刘伟用之前 才说到 对啊 因为以前 以前跟财团关系也许比较好 他可能比较会 对他们好一点 或忌惮一些什么 不管 但是现在看到好像柯P 六亲不认 他根本不管这些 所以他可以这个拿六百万 然后这个又拿回来多少 相对来讲 就会把国民党跟财团 这些关系又挂上一钩 像这样 感觉上对你们年底 不就又雪上加霜 好 BOT案啊 我们这十几年来 全国有一千多件 各县市都有 中央也有 最大的BOT案 就是我们的高铁 所以假设这个BOT案 他当时制定法令的时候 给行政单位 非常大的行政材量权 那是全国统一的 台北市为什么BOT案很多 第一个他的土地值钱 招商容易 第二台北市这几年的财政赤字很大 尤其民进党执政那几年 台北市的统头分配款 就不是拿不到比资款 所以他必须要自力救济 所以相对的台北市的BOT案比较多 像刚刚我们讲到说高雄的巨蛋 他是零权利金零营运金 然后他市政府还补助相关单位15亿 如果说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去查 说他是行政材量 所以零权利金零这个营运金 还要给他15亿补助 是不违法的 那相对来讲 如果台北市的这样的一些相关的案件 他零权利金零营运金 是行政材量权的话 他也不违法的 这就是刚刚我说 为什么赶快送 送检调单位去调查 假设没有图例 就像很多人讲的 他根本这个案子还没有完成 图例事实都不存在 你怎么说他图例 那我想大家也就可以秉公来看待这些事情 那如果要检讨所有的一千多个BOT案 是不是我们都来做检讨 特别是中央立法院有责任 你们定的处餐法 那相关单位定的处餐法 假设在这种情况之下 已经经过十几年的处餐法 必须要做一些修订 我们也欢迎 那为人要补充的 根据处餐法所做的这个招标 我觉得程序上如果按照这个东西 就是要合法 第二个会比较引起争议的是什么 你的主要事业跟附属事业 你到后来附属事业的获利 超过主事业太多 这就引起争 人家就会说 你到底是主事业都搞得那么烂 那附属事业搞得那么大 那你是要来让财团赚钱吗 好 你在讲三创吗 不是 我是譬如说是这样举例 不是三创 我说通案是这样考量 那你如果要这样来看的时候 如果我们譬如说高雄的汉威巨弹 他明年就要破100亿了嘛 营收嘛 他还是零权利金 对不对 应该说高雄市政府应该利用这个机会 好好的来检讨 是不是权利金应该来调整嘛 是不是有召开调整这个调节委员会嘛 那如果不服了他进行仲裁嘛 把钱拿回来 所以应该说汉威巨弹啊 当时这个巨弹盖完了之后 本来是要盖旅馆 后来变成盖百货公司嘛 那百货公司赚那么多钱 他已经是发生了事实了 大巨弹 台北大巨弹还没发生 只是一个推估的状态 所以我觉得 这种VOT的处理 是因为政府没钱嘛 所以他才会跟商人来合作嘛 要检讨我觉得都要来检讨 没有错啦 这个VOT 他有很大的行政材量权 但是今天在讨论大巨弹 北市府移送 不是行政材量权的部分 是违反法令的部分 是在于说为什么公告到 这个整个议约结束 那大巨弹现在都还没有营运 跟这个高雄的巨弹也不一样 高雄巨弹是 当时的时空情况是这样 那后来发现他赚钱 所以现在高雄市民也觉得说 那你赚钱 高雄也有变更 他原来是要做体力中心跟旅馆 你后来变更为百货公司 完全一样 好来来来 就当时这个过程 那到最后赚钱嘛 所以高雄市民现在说 那你现在赚钱 我觉得我看你赚钱我眼红啊 我现在讲多分一点了 对不对 那大巨弹是从公告到议约 我们现在只是在讲说 还没有新建完成的这一块 那违反法令的这个部分嘛 那假如说违反法令 我们今天一直在讲说 为什么权益是零 因为公告有 那后来变没有 这个是违反出场法的规定嘛 那为什么你应该 像你讲的说 应该来拟补亏损 为什么后来议约出来 结果没有 合约我们看了下一条说 这个巨弹亏损归巨弹亏损 那有关这个 把握公司赚钱是商人 就直接拿走 这样不合理 这是违反促餐法的一个规定嘛 所以我觉得坦白讲 今天大家就是讲那么多 马总统真的是要面对一件事情说 社会外界对你清零的质疑 到底你2004年9月20号那天晚上 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你怎么会把全力金降临呢 你解释清楚嘛 那怎么会说 好龙斌这个找市议员 结果被人家发现 所以就很难找 就不方便 怎么会这种情况呢 出来开记者会嘛 讲清楚嘛 总统母出来开记者会 把所有 大家对大巨弹的 这些图力的指控 那马总统一条一条讲清楚 你讲清楚嘛 对不对 更何况最后签约 签约人还是马总统你去签的 法律上你要负责任的 所以米凤姐 我们光是看到 常常就看到说 像这种头版头 又质疑的是马好时代的事情 所以现在真的到最终 还是要马好出来 顺便来讲清楚才行吧 那当然啊 今天很奇怪 今天高雄市议会 党团什么什么是谁 开始在讲台北的巨弹 是全力金是零 但是有营收2%的回馈计划啊 然后我们两位台北的 这个一个台北议员 一个嘉义的议员 通通在讲高雄的巨弹 奇怪了 台北的议员不关心台北 然后高雄突然更新起台北 顶光处理啊 顶光处理啊 那你们可以 如果你高雄那你就去移送嘛 那我们今天的讨论 讨论是台北BOT案嘛 那101一定收200多亿 那你告诉我马好时代的BOT 收多少钱嘛 如果你要这样比的话 是应该这样子比较啊 不是说我突然 老远把高雄拉蛋 拉起来也OK 那如果你觉得他有问题 你就比照台北市政府 一样的办理 把它移送剪掉 或是移送 虽然查过了 可以再查 有些事实上就可以再查嘛 那我觉得说 不要高雄的议员突然来 来帮台北的巨弹讲话 然后台北议员突然 突然去质疑高雄议员 这样子国民党的做法啊 实在是太明显了 我觉得这个东西 我觉得就事论事 你是台北的台北的BOT 还是一回事 那就请过去两院的台北市市长 出来讲清楚嘛 那台北市议员 那你针对台北东西 你也可以要问啊 那你为什么突然台北的人 突然去炮打高雄 那你难道你的维护 不是维护台北市民 而是维护高雄市民吗 所以我觉得 如果这样子南北颠倒的话 我觉得大家对国民党这种做法 就是污贼的做法 不是前两天 上一半才讲 鸿蜜的请助理开始这样 没想到低潭就是高雄的巨弹 好谢谢收工 我就是切指教了 所以我觉得 这些台北的东西 你们自己还是要讲清楚啊 去牵托高雄的东西 我觉得那个是大家都看来 我觉得不是牵托 我觉得是秉公主理 现在大家在讲说 秉公讨论 这个在讲说 宜宋大巨弹是政治破坏 那我请教一下 当时马政府移送高雄巨弹 是不是也是政治破坏 那假如用当时同样的一个标准 那现在移送高雄巨弹 到特征主理 我觉得马总统 你应该乐意接受调查 是应该这样 同样一个标准啊 那你现在说人家政治破坏 你当时国民党在移送 民进党大巨弹 那个高雄巨弹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讲是政治破坏呢 我补充一下 我觉得我们谈事情 我补充一下 来 各位补充完 秦云来一次回复 那个 敏凤刚刚讲的很对啦 高雄巨弹是2009年就营运了 请问这六年 这些议员有咨询过吗 奇怪 你们六年都不咨询 现在都通通跑出来为为救赞 这不是太明显了吗 因为现在流行不断救赞 我要讲清楚 这个是2009年营运 可是他在新建的时候 刚好是金融海啸 他在公告就已经讲说 他要补贴15亿 公告就说营运金是零 所以并没有马照会这一段呢 我们现在讲的不是说 你要用绝对条件来比较 台北巨弹跟高雄巨弹 而是台北巨弹有一个密会嘛 有这样的过程 9月22到9月23号这一段嘛 这段马英九要解释嘛 因为你如果说一开始 你也碰到金融海啸 可是很不幸的 他们见面是2004啊 那扯不上啊 我的意思就是说 高雄居然是在公告 就这样讲了 他 对所有人都适用了 对所有人都适用啊 就你要来投标的 都是投标准就对 所以我觉得要就 就政题来论政题 所以你觉得意思 也是为了救赞的意思 就是这时候要把这个议题 跟那个大家 不然六年内高雄市议员 国民党的议员有咨询过 我觉得高雄市议员 要来强调的 我觉得很清楚的啦 好 第一个就是说权利金是零 是有先例的 是要讲 先例在公告里面 对 没错 这个台北巨蛋 没有啊 他没有在公告里面 计划书里面有啊 那是开发的 不是营运嘛 他的权利金啊 开发权利金跟营运权利金 两个嘛 营运权利金 开发权利金喔 那会也是零嘛 营运权利金要啦 营运权利金是厂商自行提出嘛 前八字都没有问题嘛 经过马英九突然一会 所以他有才可以谈的嘛 我来补运权利金 按照营运权利金 这个我们来宾的议题喔 我觉得今天为什么 会把高雄巨蛋也拿出来讲 就是因为现在是翻案封 考古封嘛 很多人 墳墓里面 把一些事实话来讨论 那不能都只集中在检讨台北市 假设我们针对BOT案 要做一个回顾跟检讨 就像我刚刚讲的 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 所以才会有大家提出来 比方说这个高雄的巨蛋 它也是同样 把当时的这个 体育中心跟旅馆 变成了百货公司 被监察院纠正 那这个部分 是不是我们要秉持着 同样的标准一起来检验 就这个过程当中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 可必也讲啊 那好啊 那就一起来讨论 那我们台北市的法务局长说 这些所有的BOT案 都是合法的 只是可必现在把它翻案 翻案之后呢 有些本来讲的是弊案 后来又说 已经很柔顺的解决了 我们看看今天 说这个 松烟已经解决了 而且我们非常惊讶是 松烟原来的签约 是台北市政府 跟这个台北文创公司 居然现在要把它卖给成品了 这是不是有违反BOT合约 你如果说BOT案 大家去查一下就发现 BOT案是不可以转移的 50元都不能转移的 那你现在 出来说要把它转移 这个依法可不可以 如果说你可以转给这个成品 你可以转给其他的公司 那所有BOT案都可以这样 秦远可是我刚刚前面讲的 就老百姓现在 我想说老百姓现在 我不管论就是说它的对错 但老百姓现在听到的 第一个 他会比较在乎的是说 可不可以转移到这家或那家 还是他会特别恳慎到 一听到说 现在可以多拿回来 刚刚我们前面讲说 好像现在全力金这个变600万 然后接下来什么旅馆那部分 还可以用六成包底的方式 他会不会就突然觉得说 为什么柯P上来以后做得到 前面两朝就不会想到要去做这些 他会不会做这样的一个比拟 当然大家会觉得说 你柯P帮我们争取到了很多的 然后就觉得把国民党跟柴川 又打在一起那种感觉 这也是所谓的打弊案 柯P今天要打赢这场仗 他必须要去做的 否则我们这个柯P的五大弊案 打到现在已经五个月了 没有看到任何的实质的部分 而且很好笑就是 本来说这个台北文创有个弊案 结果今天说圆满结束了 不是弊案了 那如果不是弊案 我觉得很奇怪啊 你的廉政委员会 连调查报告还没有写出来 市长已经拍板说 这个案子结束了 他不是弊案 他就觉得你这个廉政委员 根本就是市长的项底图章嘛 那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们就觉得说 你到底是真的要为市民争取权利 还是假借这个知名 在行政里头的事实呢 秦医员你没有回答谢律师的问题嘛 谢律师的问题就是说 我刚刚已经回答 柯P把市民的钱当过钱啊 他如果能够多争取一些来 大家会觉得柯P有做到事情 但是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没有看到 56万变600万就那么明显 不止嘛 他一上台那个招标 那个600万 对 那个600万本来就写在合约里面 你先让我讲完嘛 只是说他生意不好 没有收到而已 就是你再不在乎市民的钱 当然在乎啊 我先讲完嘛 三创那个标案 所有的人权利金都是标10亿 为什么马蚁公会讲这个话 因为那个土地太值钱了嘛 你权利金上限10亿 所有来标的5家 全部都是写10亿 你市政府没有脑袋嘛 你没有把钱当钱嘛 当市民就你上线写10亿 如果我们评估都觉得 所以马蚁公认为可能 每个人都会写10亿嘛 如果地上权就是用价格标嘛 马蚁公这个是很合理的推论嘛 但是地上权不用负责公共建设 那个是另外一回事 BOT要负责公共建设 这是最大的不同嘛 地下停车场嘛 那也是6比12嘛 这个都另外一回事 我的意思是说 你没有把老百姓的钱当钱啊 好市府显然就是没有当钱嘛 现在大家所讨论的所有这些事情 会不会在年底的时候 会一次算总账 所以在这两天你可以看到 刚才为什么先请教陈警察委员说 什么叫做暗K小组 陈委员跟你讲说 没有这个什么暗K小组这些 可是媒体上 为什么会用这些字眼 那但是对小英来讲 这场选战 会不会像刚才刘文雄委员所讲的 这些都是天上掉下来的议题 我每次我不需要去打 我只要照着这些tempo往下走 就可以了 会是这样吗 对吗 这种来讲的话 会忍能够忍受听到人家说 他会变成民党在这场选战 未来的一个所谓的政治提款机吗 来 环圈 好 来 看这是中共时报 有这样的标题啊 上面就写的是说 要成立暗K小组打麻贪腐 小英的第一炮轰的是大巨蛋 好 里面的内容写什么呢 就说蔡英文的打算引入 柯文哲台北市盛选方城市 成立俗称暗黑小组战情中心 让国民党出现参选人 进入乌云蔽日的战局啊 那一开始就是地下工作 搜集不利对手资料 再是网络及时新闻赞播 还有就是这个名嘴 还有辩护团队呢 透过这个政论节目定调发效 侧重这个地方呢 将这个国民党从中央到地方 全数都打成结构性的大黑金团队 甚至里面还写着有个战情中心成员 叫做陈其迈 还说他说呢 这个正式组织呢 预计七月底定 民进党呢几乎不用主动出击 只要这个配合呢 不断发生的时事 像是大巨蛋的接续追击即可 好那就看到这当中是 李国英外合的第一站呢 就是所谓的大巨蛋 现在是台北市府主攻呢 民进党側翼攻击 火力来援助 又让这个马总统的 清廉招牌的备受挑战 另外也包括了新北市 这个福州和一宅 以及刘正宏的疑似 涉及到相关的弊案 就是要一个现实 一个现实讲 讲都讲不完 好的我们针对这个部分的 小英主席则说 他说第一次听到 这个想象力蛮丰富的 民进党绝对没有这个能力 做这种事情 好那刚才为什么 我们节目一开始 就先请到陈其迈会 没有这回事 陈伟也大概做一个解释 可是民放 这样的一个模式 我刚刚就讲 对小英来讲 他就算不要这样打 可是一天到晚天上掉下 不用去策划这个 我们在节目很早以前就说 如果照柯P的计划 几大案一个月就算一个案子 出来大概有一个报告 出来往下走的话 因为媒体一定会讨论 那你只要跟着 这样往下走的话 国民党你只要选拽 打起来就讲乌云蔽日 就会变成这个样 没有我不相信 这个是民进党的人讲的 我只要了解一下 现在民进党的看法 就是就知道说 他们不敢跟柯P有太 这么多连结 柯P未来会做什么事情 这很难讲 那比如说刚才议员批评说 这个BOD不能转移 对没有错 讲对了 就是不能够转移给成品 可是问题是 马英雄就有一个叫交酒案 他把金站的东西 转移给民间了 他把金站的住宅 卖给民间了 那这个到底对不对 BOD到底可以转移 还是不可以转移 所以我觉得说 那个没有转移厂商 他还是同一家厂商 你已经转移 你已经转移 他一卖断 就是转移了 你管你转移的人 你管他 你怎么管他做什么 所以我觉得说如果万一柯一又把这个松烟 这个用转移的方式转给了成品的话 那不是完蛋了吗 打金站就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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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的 所以我觉得说 今天柯P今天柯P会做什么 真的不知道 因为他是一个素人 但基本上我们都支持他打币的一个一个原则 不过这个松烟的处理呢 我觉得柯P你要谨慎一点 600万是本来就要的 因为他是本来是台北文创的开的发票 结果他用成品 所以市政府这要不到钱 那600万本来是用我们的 那整个标案的时候下限是15亿 那你不能说 他都会另外处理了什么钱 那你不能少 另外还有就是商旅 就是旅馆的那一部分 要用六成的包底 等于最少六成入住率 那我怎么知道你六成怎么算 所以你基本上 那所有的房间啊 那很好算啊 不是 今天不是说 我们说你多一块钱就OK啊 我们也要检视你处理松烟 到底合理不合理啊 如果你超过那个好龙兵 他们订了什么15亿的下限的话 我们可能也会 也会给你抬杠一下啊 对不对 那你找童子贤 那如果你跟童子贤 这样可以商量的话 那你过去打任何马照 密会都要干嘛呢 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在 我们是用同意的标准在讲 这个事情 不是说BOTN就可以转移 那你如果你BOTN可以转移的话 不可以转移的话 那你童子再给我交代一下 马英九为什么把日式 楼上的这些住宅 通通变成小住宅 转移给那个小老百姓呢 所以BOTN 如果它达成公司 不能转移的话 那你童子就有问题啊 可是这简直是你留意 现在看起来的话 不管说是不是小英 他们有这样的 可是如果一场选战 单于选战论选战 从现在这整个氛围往下走 如果说把国民党从中央到地方 全数都打成所谓的结构性 而且如果说这个媒体 这是媒体报道的啦 说什么是不是要用 柯文哲胜选方程式 其实这个胜选方程式 如果这样来看的话 你回忆起去年的选战 其实这个模式 基本上是有点这个味道 因为包括很多网络 因为网友乡民 大家会讨论很多 大家都非常关心政治 然后媒体 然后你说在政论节目里面 大家一定会讨论这些 像这样的方式 偏偏呢 国民党的主政的一些县市 又出了一大堆的一些的状况 OK 那如果这样的话 会不会就真的被打成 所谓的 结构性大黑金团队 这个已经 我想普遍的民众的想法 一直就是这样 因为国民党的情况就是这样 那本来国民党有最后一个神 一个神叫做 叫马英九 那个青年都不得了 这个也破灭了 那如果马英九的青年形象 那也破灭了你 你认为民众还会认为国民党是个 是个青年团体嘛 不会嘛 是不是 那我在想这个 今天这个媒体上报道 我觉得蛮有意思 就是说 民进党 光看这位老兄的 这种慈善的样子 不太像 暗黑小猪 不太像嘛 谁才会暗黑 暗黑大地是谁 你知道 马英九啊 为什么 为什么 我们来回顾历史 两千年 谁拿到那个新票案的资料 李灯辉他们拿丢出来的 那真的跟马英九有什么关系 我就说有权利的人 才有办法做这种事 OK 2008年 马英九的这个 特别废案子 他的绿卡 谁掉出来的 当然是陈水扁他们在债潮的人嘛 嗯 好了 到底2012年 各位记不记得宇昌案 谁嘛 嗯 那就是吴敦义这票的人 每天在那边搞嘛 马英九也利用了去弄嘛 有权利的人 那现在有权利在谁手上 在马英九手上 嗯 所以 也有人在开玩笑说 哎呦那个 为什么王金平一直不敢不敢选 就是因为马英九他们还掌握他的资料 嗯 所以暗黑大地是谁 就是马英九 嗯 那我们也回忆一下 每次选举 都会有这种小组啊 我平时讲 我不晓得惠珠记不记得了 那时候 两千年的时候 我们醒过来了 就会想说今天 你也是暗黑小组 不是 我们那里面那么强啊 因为暗黑后来是电动玩具 他是黑暗小组 我们就早上起来说 今天要打连 还是打沉水扁 因为沉水扁的资料不多 所以明天就打连 到2004年 每天晚上8点钟开始 有个快速反应小组 当时他也被我们打过 对对对 但是都没有证据嘛 好像你跟蔡振元嘛 好多人啊 那时候我们李同豪还被告 他吓得要死 对不对 那一群就是国民党跟亲民党 组成一个小组 OK 都会有的 只是说你 有没有拿到真正的东西 那我在想 民进党现在 我也不认为民进党有 民进党这些什么 各个县市的问题啊 何必民进党去找呢 就刚才你讲了 顺着那个tempo在走 就差不多选举就结束了 每一个礼拜会多一个题目出来 每一个月会多一个大题目出来 所以您在问说 那特征组要不要办 我说不会办 因为特征组他们也担心啊 他们担心变成 人家会说你们是不是打手 如果特征组现在办 每三两天弄个资料出来 那不被马英九骂死了 对不对 好那应该这样讲 那些马英九的那个真正的案子 应该在明年总统大选选完以后 如果真的是民进党当选 那就开始会有人办了 你觉得那样才会办 如果不是民进党当选 会不会办 会有这种状况吗 如果是王近平当选 可能还是会办了 因为王近平比他修理人产 当然不管怎么说 政党 所以为什么要政党轮替 这个政权轮替了 就像柯文哲也是这样嘛 如果说今天我们回想一个 去年如果说是 联盛文当选 一片祥和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 臭不可闻 这也是一样 如果说你 刚才你提到说 去年选举的过程当中 请问不要忘掉去年有个MG149 伤到了谁 伤到了自己 所以不见了什么爱黑小组 什么黑爱小组 你如果你的资料是错的 也白搭了 OK 签文你怎么样 其实你回忆去年的选举 是柯P是被MG是有缠住 国民党一直丢资料 那资料不从哪里 还有录音带什么的 这听到谁带谁跟谁讲话 柯P的做法是什么 他就把所有他的 他这个工作所得的清单 全部 报税资料全部都贴在来 你来看啊 你来检查 大家来看一看没问题 相信柯市长的清白 我觉得马很好啊 你就把你所有的这几年所做的 你出来讲清楚啊 大家假如相信马 真的像这个过去他所标榜的清单 那民进党打错 或者是柯P打错 那大家都会同情嘛 你就好像柯P一样啊 对不对 所以你从过去的一些 这个北市府柯P在选举的 这个经验来看嘛 就是碰到问题 碰到大家的质疑 你就讲清楚 你不要躲嘛 你像连胜文 柯P哪有什么资料打连胜文 我都还真的不知道 他有什么具体的资料 让柯这个连胜文一枪毙命 没有啊 对不对 但是连胜文就躲啊 这个讲这个红酒一瓶多少 一直解释一直 解释到最后不是大败吗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其实面对质疑 尤其政党 你这些弊案 包括今天台在讲一个大巨战 国民党就受不了 那焦酒呢 这个三创呢 或者事务转令战呢 等等 这个案子还有好多案呢 对不对 我都真的 这些案子我们都真的是来不及看 我觉得坦白讲 马总统你就出来讲清楚啊 跟郝龙斌一起开记者会 把所有的案子讲清楚 为什么全力把他变零嘛 为什么巨弹亏损 你赚钱的商场 你不能让他不弥补 这个亏损 这个讲清楚 我跟你讲坦白讲 柯四虎一枪毙命 OK 讲清楚到一枪毙命 这就是最好的板击啊 好 包括委员 光是来看 陈委员他就直接说了 根本没有所谓的暗黑小组 要去打马总统啊 我觉得当然在选举的时候 刚才我们陈委员 这样的论述就是有 有点像个暗黑小组 不是 因为所有选举的 都有很多的策略出来 所有的策略呢 当然会针对于 譬如说执政的不利的地方 或者任何质疑的地方 要提出一些潜讨嘛 那确实如果是照这样来 误调处理下去 真的是也是会影响非常大 譬如说光是一个巨蛋的事情 就有很多种说法 A的说法 B的说法 大家混淆不清 那混淆不清的时候呢 大家现在视讯的传播又非常快 大家又会喜欢听一些 一些觉得很负面的 觉得很不利的这种 坏事传千里 特别喜欢传坏事 所以如果是这样下去的话 不是坏事 所以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说选民要冷静 可能就是这样 但是选民又没办法冷静 所以这非常困扰 所以我们也当然能做 大概尽量去要去说明 让大家能够把一些正面的声音 把它提出来 就像说大巨蛋这个事情 他去提告的情况 如果说特典组或者地人组 能够赶快来处理 那有一个着落 不会不会这么快 对 对 那个案子你说到特征处理 就算处理 我平常因为我自己 我自己是这一方面的专业 一个案子进去 要到整个查完 或什么说实话 官司 不是那个选举到搞不好都打完了 对 所以这个选民 就必须要睁大眼睛了 我们只能这样讲嘛 那当然我们就执政党的 比如说国民党的 当然就必须要提出一些 对策出来嘛 打出一些正面 比如说 大概在小林主席 他要来选选总统嘛 对不对最近都讲一些 说劳工价放太多的事情嘛 一起争议嘛 到底你内心的想法 到底是真的是价太多 还是什么 我没提出这东西出来嘛 给大家思考 或者是说 所以你们有暗黑小组 会找这一件事 不是不是 论议题拿出来给大家讨论 或者是你说你重视长照服务法 你说你重视长照服务法 但是呢 你在立法院里面的这个朝野协商 七次的协商里面又只有 你们三次又没法出席 导致我们会去疑问说 到底你是真的 是期待长照 还是不期待长照 大家是来看一个态度嘛 小英说价放太多 那真的是讲错了 对不对 所以小英要出来道歉 对不对 讲错做错就是要道歉嘛 这个没什么好讲的嘛 对不对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像大巨蛋那么重要的一个案 是上折千亿的这些案子 那出来讲啊 你不要说什么 找不到人 或怕被记者看到 你看李素德到现在都还没出来讲 那为什么不出来讲呢 你说马总统不方便 是国家元首有 他元首尊严 那你李素德 你至少出来讲清楚嘛 对不对 来上个节目 两个小时让他讲嘛 李素德是有 我没有当面看他他讲 那是有很多的新闻稿 新闻资料是有出来陈述 但是大家还是不相信 他还 所以还是要检调单位 来验明 他就罵公共工程委员会 大家谁相信啊 你讲的证据合理客观 浮于事实出来 大家就相信啊 大家不是白痴 我补充一下 我觉得暗黑啊 就是不就事论事 把事情转到政党斗争 这个是让主持人 一开始就提到了嘛 比如说你去扯元秀会 一世以前是谢阳平助理 那个是人家小时候的事情耶 可能十年啊 他现在跟 我的意思就是说 谢长平和开律师事务所 两个人是合伙关系 你扯这个就是要扯到政治啦 那比如说 大巨蛋当初分案的时候 洪志坤本来也不在这个案耶 他是后来才被分到这个案 他本来是美和事啊 我的意思是说 那科幣也不是民进党 那你就因为抓到洪志坤 那你就说洪志坤是民进党 那就去扯说 他跟林景昌帮柯P助选 林景昌需要洪志坤介绍给小英吗 嗯 林景昌在民进党是多有名的人 那又去扯 扯你们高雄帮 因为洪志坤以前是成局的 那久也就扯到陈其迈了 因为不幸他住在高雄 那又扯到校育镇了 因为他是洪志坤的好友 就这样啊 就说你要扯啊 要兜故事啊 这个让人家就说你 不敢面对大巨蛋的问题 不敢面对老百姓的怀疑嘛 然后就开始都用政治解释嘛 嗯 说这个一定要有个集团 嗯 然后就扯到蔡英文去了 那扯到蔡英文最容易嘛 因为一定是政党对决 嗯 那就认为说这样就解套了 OK 所以这样就解套了吗 是 选举一定会打负面新闻 负面的选举方式 这个是历来我们都看过的 刚刚刘文雄说那个快速反应小组 当年我不在里面 我知道刘文雄是很核心的 所以他打负面新闻是非常有经验的 那我们再看现在 刚刚刘文雄讲到说 有权利的人才能掌握资料 那柯碧刚好现在是一个有权利的人 嗯 他掌握的就是两位前市长的资料 那刚好一位现在在做总统 因为在做国民党的副主席 所以把这些资料丢出来 当然是伤到国民党 但是我觉得 如果他们真的有做这些事情 谁也保不了他们 就像阿扁抓去关 民进党再怎么样帮他也帮不上忙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都要接受检验 只是我们来看柯P 他所谓五大弊案 到目前搞了五个月 有两个调查报告出来了 一个叫美和氏 请问主持人 请问各位观众 你们听到美和氏有什么东西吗 就没有什么 美和氏的调查报告 就跟监察院 几年前那个调查报告 写的一样 超人家的 所以美和氏调查报告结束了 到现在为止呢 什么动静也没有 也没有移送哪一个人 也没有帮我们争取到一毛钱 跟这个日盛生 还在仲裁中 那个仲裁 还是好前市长实在决定的 所以没有任何的东西 那第二个解密的报告 写出来的就是这个大巨蛋 大巨蛋 那该移送就去移送 如果说他们真的有一些 什么部分的话 我觉得该承担就承担 而且我觉得很奇怪啊 他为什么不移送好龙兵呢 还留一手 先移送马英九 跟这个李肃德 这个大巨蛋结案报告出来以后 好像还有续集还有连结篇 那另外你看看其他的弊案 比方说 刚刚讲到台北的这个文创 我觉得米凤讲得很好啊 你现在所争取的那个六百万 本来就在好市长时代 写在合约里面 所以主持人问说 他如果多帮我们争取到一毛 我们是不是高兴 我们当然高兴啊 他多争取到一毛钱 我们给他拍拍手 问题是他现在那个一毛钱 还是好市府时代 就说要争取 好市府都不要拿回来啊 都不争取啊 他竟然没有争取到啊 所以我觉得说 他如果有办法 把这个整个合约 重新修正 就像他上次讲的 你这个什么房子要搬出去 开发金从13亿 要增加到31到72亿 然后这个营运权利金 要包括成品的所有的收入 还有你的调派容积率 要再增加10亿5248万 这是5月1号台北文化局说的 开出这么伟大的桥件 要跟这个 台北文化公司去谈判 结果现在搞了半天 这些都不算数了 说只要给我600万就好了 我重新跟成品签约 这样就解决了 所以两个礼拜以后 就落幕了 那弊案呢 说好的弊案呢 请问市长 给我一个弊案的报告好吗 弊案报告都没有出来 你就说结束了 而且只争取到600万 这样可以过关吗 请议员不用急 一个一个案 我觉得把它调查清楚 比较重要 不要冤枉人 你现在有 我没有说一个一个案查 真的一张整两片皮 随便你怎么讲 我都每天都第一马英九祷告 我跟你讲 这五个案 讲他弊案的是谁 一开始讲不是民进党讲的 你忘了是谁 是连队委员讲的啊 五大弊案啊 梁石秋早就在讲这些什么 富邦三创什么这些 美而四是弊案 是国民党的议员讲 即政党的议员讲 第五个小组去调查 是科技事故做的事吗 好龙斌假如看紧市民的荷包 那我请教一下 大巨蛋监察院纠正 39这样缺失 早就要求说 要去议约 要重新再改回来 到现在改了没 这一点 好龙斌他当然要承担 他现在没有把这个完成 他当然要受到大家的 所以这个造成 造成市民的是谁要负责 当然是好龙斌负责啊 对不对 因为他现在合约没改 造成市民属事 那你没有移送好龙斌 你只移送马英九里素德 是什么意思呢 我觉得好 让证据说话 你就让这个廉政委员 给他们独立空间 让他们好好的查 把证据都揭露 我觉得证据也不要给廉政委员看 给所有全民大家一起来看 OK好 那现在大家来讲说 年底最常选战 会不会受到这些的影响 那不管说 每个案子出来的tempo 每个阵营只要照着走 到年底 到底对谁会比较有利 可是有一个前提 就是主帅要先出来 好不好 现在大家都在等 王金平自己唱的那首歌 对 不好意思 我们已经等到 对 五月十六对不对 一定要等到五月十六吗 明天王金平真的会去领表吗 朱立伦真的不完这一局吗 所谓的争招只是子虚乌有 到最后连红秋柱都说 这样社会观感会不好吗 宋楚瑜在这里面 会扮演什么样一个角色呢 来 怀璇 好 这样来看的是等了好久 国民党到底谁来出现的 现在来看朱立伦的部分 我们看这个当中 马总统在朱席会前后 两次当面鼓励上位领表的朱立伦 勇于迎接2016挑战 还有党政人士表示说 马总统除了口头鼓励 还三度用具体行动 是亲上的火线打两岸牌 全力挺朱呢 为这个党承担的用意 这拱朱呢 有人在问说 难道马总统是为了安全下装吗 再来看的是 朱立伦则回应说了 是否可能会有王朱配的情况 他说我不预设立场 那马总统二度劝击 你怎么看呢 不要再犯话 不需要再针对很多的传言 或者犯话来一一回应 这胡志强他则是说 朱立伦参选的可能性还存在 最大的固定的是 怕对不起新北市的选民 而另外来看的是 王金平的部分 就看国民党立委 卢嘉诚就说 目前呢 确实是朝好的方向发展 相信不会让大家失望 还说依这个时辰估算 王金平星期二以及星期五 要组织立法院的院会 最可能宣布参选 以及领表的时间点 可能就落在了星期三 或者是星期四 看到挺王的 是不是叙事待发 好 那刚刚王金平就问到 你是不是要来参选呢 结果他唱起歌来 哼解的是《丹某郎》这首歌啊 还说呢不论要不要选呢 怎么样都会有一个动作 而接下来大家来看的是 到底是这个王朱佩呢 王宋佩呢 还是会有国庆和呢 光是看到这部分 国民党的初选领表 在这个星期内 就要截止 而大家更关心的是 马总统深信的现金一案 大巨大案 这个国民党在2016选 选金是不是也是有隐忧呢 刘伟 是 国庆会再度二次和吗 目前没有人来谈这些问题 那我还是回到您专访的时候 宋先说的 第一个 他没有很强烈的意愿 说他要参选 第二个呢 社会氛围 也还不到那个时候 第三个后来他又加了 在李敖啦 在那边他抢 他说 刚刚国民党提名谁啊 当然如果不好的话 那不好不是由宋先来决定的 如果那个人提的不好是 社会大中认为不恰当的时候 宋先可能结肝起义 只过来加这个 我必须说 当宋先这样讲的时候 我以为我们是大党 很大的党 因为我记得四年前 他说怎么不来谈啊 怎么不来谈啊 但是马英九还很屌 不理他 这一次怎么被人说 你们先弄好了 等我再来决定 我们好像突然变成一个 很大的一个党 真的很高兴 谢谢宋主席 让大家有点兴趣 不过王金平的身边的朋友 或者立委 也在很多的场合里面 正好宋先也在场 他说哎呦 王初配啊 然后宋先你来担任行政院院长 宋主席也很有意思 他就说 哦 很好 你讲的 有权无责的你们干 那我来干那个有权无权的 就哈哈一笑过去 代表说 连谈都还没谈 不是还没谈 连谈都不必要谈 这种事情也谈什么 国民党人真的不行的话 宋先跳出来 所以我一直在讲说 几乎要可以决定要成选 如果国民党人不对的话 请问现在看得出 国民党有比较恰当的人吧 台面上这些呢算不算恰当 都看民众接不接受嘛 比如像我们私底下 跟慧珠都是可以支持王金平啊 私底下我们个人啊 可是选民如果不同意的话 你怎么办呢 所以现在已经不是个人想的 整个社会大众 对这些人选的问题 可是最遗憾是 朱立伦到现在 这个不叫掉胃口 这是一点一滴 在消耗国民党的力量 一点一滴在消耗他个人的 社会的能量 他不是说他表态很清楚 他说不选啊什么什么 要做满做好什么新北市 他基本上应该辞国民党党主席啦 他如果不选的话 你担任这个主席干什么 是不是 你说他一定要选啊 然后今天我看新闻有报导 说他现在开始要 要把国民党组织 好好再整理一下 然后要扩大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叫什么 智库的功能 智库就是你 你仗着你现在当党主席 打压这个联战嘛 那个智库能够发挥什么功能 结果把联战人通通赶走 那你这人同我进来 是这样的干法嘛 嗯 所以我说他干脆辞党主席啦 也不要扭约做太 这个确实是 剩下最后一个礼拜嘛 那最后一个礼拜 16号大家也就会知道 最后人选是什么 那 这个王院长呢 最近都是收口如瓶啦 一直都不愿意来表态 那我也有跟王金明 跟齐麦一起到日本去 嗯 那也看到王金明院长 在日本的国会里面 整个人麦 整整麦关系 甚至于他在这个议场上 他处理很多 今天也有一些 中南美洲的议长来 来立法院 他也花很多时间来做接待 所以王金明院长 在国际事务上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不赖的 嗯 那他在从政这么多年的时间 大家也都是勇不顾 他有在协调折冲方面 还满满 大家觉得还满肯定的 只不过是他目前 也还没有具体的表示意见 做直讲一句 到目前为止 台面上 因为就是要跟小英对打 对 目前看起来所有的民调 都会做一对一啊 一对一 国民党先天就已经比较 因为从一二九一到现在 先天就已经比较不利 现在如果还这样的话 刚刚刘伟人说法 就是目前国民党 不管从主席以这样 感觉上还在继续 在让国民党的票 在做流失的一个动作 不是这样吗 还是你觉得 你们只要初选结束 定于一尊以后 这场仗才正式开打 我觉得这个有两个层次问题 我刚才讲的是第二个层次 就是说我们 在立法院里面有 四十几位的立法委员 国民党级立法委员 联署 希望周立伦主席出来 才选择 那这个已经是确认 然后当然也有新北市的党团 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表达 这样的想法 但是一直不断的劝劲 不断的劝劲 朱主席还是做好做满 最近大家提出来 所谓的征召说 朱主席他也讲说 不要这样再传 所以让我们也不敢这样讲了 对不对 不敢这样子讲 本来大家认为说 反正还有最后一招 是不是如果 你作为主官议业上不要 但是客观情势上 大家应该要你出来 作为党主席 应该来扛这场仗 但是他说 不要再讲征召这回事了 就按照整个制度出来 如果你们就这样的话 那以后如果万一要有征召 那真的社会观感 就会变不好 这个不是我的诚事能够回答 因为你们都讲朱主席说不要 你们现在也不会这样讲 所以我们才会说 就是说初选制度 产生的候选人就是最佳候选人 OK 你只要提出一些政见政策出来 来跟小英主席 好好来对打一下 或许也有机会 可是现在明鳳 你说其实马中文对于 朱立仁主席要不要参选 好像特别感兴趣 他已经两度劝劲了 那这两度劝劲 所以到最后 马中文还是要告诉 所有的国民党人 我也有尽力 万一要是朱立仁没出来 不要说什么我在这中间 都没有帮到忙 我觉得现在朱立仁的态势 已经那么明显了 那马总统还在做这种事情 他只是怕王金平出来而已吧 就是不要 他怎么会是真心希望朱立仁呢 朱立仁什么 手上来那么多什么 外面现在传染病害 不是你马总统讲出来的 否则外面为什么会知道呢 所以如果你真的支持朱立仁 就事先不用放那些话嘛 而且现在好奇怪喔 现在只有一家媒体一直写 马英九一直请朱立仁 一直请朱立仁 结果这家媒体一直是独家 那别人都已经死心了 然后别人都说王金平要选了 那只有这家一直在放这个话 所以我觉得是 现在不死心的叫做马英九总统 他在劝朱立仁赶快出来选 那问题是 如果你在这样的程序走下去 那对国民党的伤害更大而已啊 因为你现在已经大家都已经登记了 登记了登记了 然后朱立仁已经话都已经讲那么死了 昨天又讲一遍坐好坐满嘛 那你现在又突然跳出来说 好我要选了 你觉得整个国民党 整个致陈迅于全国人 你是要怎么解释啊 所以我觉得说 现在马总统到底在想什么 马总统现在只在想自己啊 他也没想国民党 你是不是应该不要再放话说 叫朱立仁赶快选 好啦没有正的 现在负的也可以啊 什么王朱佩 反正你反正拆一开就对了 哪有这种事啊 国民党有国民党的机制嘛 那如果说未来王金兵没有登记的话 那就是征招嘛 那征招不要有征招谁 那照的时候再讲嘛 可是现在王廷王也不是讲说 礼拜三或礼拜四 我看是礼拜六吧 因为王院长 一定要到最后那一天 王院长不是喜欢看日子吗 听说最好的日子是礼拜六嘛 只要等到那一天就对啦 礼拜三听说也不错 礼拜三听说也不错 对啊 反正现在不是说礼拜三或礼拜三 所以我们只要看皇道几日 就比较可能是哪几天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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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陈伟宇 我们光是看到目前为止的话 到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 那大家还是猜不出来 我是用版面来看 因为马去挺租 刚刚明宗讲的没有错 马去挺租 为什么挺租 因为他不喜欢王 他就是王要选 所以他才要去挺租 王假不选 他当然不会挺租 他一定去挺吴 对不对 所以王要选 所以明天王会去登记 这是我的推测 你推测是啊 那 其实 对朱来讲 当然面临一个很困难的决定 就是说 现在马要听我 马到一个大巨站在旁边 说要来听我 那我 他每天要走特征组 那我怎么办呢 对不对 所以文雄要建议也没有错 那马 国民党有一个联人委员会 就把马移送联人委员会 国民党自清 你不来北市府讲清楚 那你去国民党讲清楚 没有错啊 就是讲清楚 你觉得这是自清的一个动作 对啊 所以今天就是纠葛在说 马民掉9% 那也不晓得怎么办 他又想指定接班人 造成说国民党现在一个困境 所以才有国民党现在立委急得钥匙 说 刚刚这个裕仁兄讲说 初选会产生最佳候选人 可是他们又是希望去征召修利伦 就造成这种结果啊 所以我觉得 这一场其实就是在考验到说 国民党的对于说 民主制度的一个尊重 你假如说初选制度 是一个好的制度 是一个民主制度 那你就尊重初选嘛 那谁在国民党一定都多数支持 就代表国民党 这是最没有争议的一种讲法 搞到什么劝劲 然后总统又唱一咖 我真的看不出来说 到底国民党 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政党 难道一次要马总统认政 我今天朱立伦假如说出来选 然后马总统就说 这我推荐 朱立伦都要1.4 所以你们那场选战 大概就会选 对啊 票头什么什么支持出错 就是支持朱立伦就是支持马英九 对不对 我觉得 我说明一下 因为国民党的初选规则 是在党内那个人要超过30% 房子安条款嘛 所以只要王金明不登记 洪秀珠跟杨志良 他们评估都不会超过30% 那这样就是没有人嘛 那没有人就中常会决定 曾中 对啊就曾到朱立伦 可是这样不是很尴尬吗 朱立伦一直说不要 然后连 现在搞的连吴委员他们 因为吴委员还兼嘉义 嘉义党部主委 连他们都已经搞到 不敢讲真招电视 结果到最后 如果真的搞出来 所以为什么洪秀珠副院长会说 如果真的到那样的话 社会观感也会不好吧 我补充一个讯息啊 今天未来事件交易所 对国民党初选做的一个调查 王金平40 朱立伦只剩下22 人家已经看不下去了嘛 这个不是40哪一个人回答的 所有的老百姓都可以回答 人家就摆明了 就是要当总教练 不要选总统嘛 OK 那到现在只有抹报 跟马英九在劝劲 最后30秒 喂 马中文要辞职国民党 年底才会有救嘛 我觉得未必嘛 我觉得说初选产生的 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 我觉得把总统都会来支持 站台嘛 工作上的需要 到底是 工作上还是会来支持的 所以不是问题 但是是正面还是负面的吧 我最要看大家见仁见智吧 见仁见智啊 OK OK 这场选战大概就剩这五天 就会知道国民党是谁可以出现 因为民党小英主席 已经一直在那边 整个代代了很久了 这场仗 大家希望都是最佳人选出来 让所有老百姓 能够在年底 在最好的人选里面 选一个OK 非常谢谢所有来宾 也非常谢谢观众 你有收看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 追追追